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又画的书法楷书入门小课堂 我是林木 这一讲主要教大家运笔的基本方法 中锋与侧锋 何谓中锋 中锋大家可以记住一句话 常令笔心在笔画中行 也就是当毛笔在纸上运行的时候 笔尖就是我们笔肚子中间笔尖这个部分 笔尖是在笔画的正中间 那这一种用笔方法呢 我们叫做中锋行笔 好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笔尖 也就是笔心呢 是在我们笔画 笔画的正中间这个部分 就是常令笔心在笔画中行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锋行笔 在笔画中间的运笔 我们通常可以分为起笔 行笔 起 行 收 三个部分 但是这节课呢 我们先来练习一下中锋与侧锋的 也就是基本的运笔的方法 那在下一讲中 我们会主重地讲到 起笔和收笔的两个不同的区别 藏锋和陆锋 那刚刚说到一个中锋 在行草书里面 我们一般是拿中锋和侧锋运笔相结合的 但是在凯书的学习里面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中锋运笔为足 所以掌握中锋的运笔方法 对大家尤为重要 好 我们可以通过练习这个中锋运笔 可以拉这个长直线 可以拉横线 竖线 以及不同方向的线条 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 一个是可以练习长的 短的横线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可以练习长横线 可以拉横线 好 没有末了 我们把这个笔呢 慢慢的轻轻的收起来 那我们在练这个中锋行笔的时候 一个是一定要保持了笔心 是在笔块的正中间 在笔块的正中间 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保持整个线条 它的前后 起笔 运笔和收笔的地方都是力度均匀的 手要稳 不管是拉多长的线条呢 我们要保持手是稳的 然后用力是均匀的 这是第二个要点 另外一个 在这个笔块的起笔和收笔的地方 我们可以速度稍微慢一点 比如说起笔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稍微这样就是把笔尖 这个前面两个呢 是露出来的 也叫做露峰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笔尖呢 藏在笔画里面 好 拉长直线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笔画里面呢 没有末了 那我们就及时的收笔 好 收笔的地方呢 我们也回一下风 好 我们注意这个起收的位置呢 稍微混一下 不要这样子太过于草率 那这样的线条呢 就轻飘飘的 没有力度 太草率了 我们在起和收的时候 稍微把这个收笔 稍微回一下风 好 停顿一下 稍作停顿 起笔和收笔的地方 稍作停顿 让这个线条呢 有始有终 好 这是第三个要点 另外一个 我们在练习中锋 同样是练习中锋 运笔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练习 不同粗细的线条 好 刚刚我们练习的是一个 中的粗细的 好 我们可以练这个 稍微粗一点的 粗一点的线条 练习这个中锋运笔呢 一个是让我们的笔画呢 保持一个中锋 我们可以熟悉这个笔尖 在笔画中间啊 一个均匀用力的状态 另外一个锻炼我们对笔画的一个力度的控制 均衡的控制能力 第三个呢 是一个手腕 手腕可以拉多长 在纸面上能够均匀平缓的运动 这是锻炼我们的手腕的一个运笔的一个训练 好 这个是粗一点的 那我们再来写一个细一点呢 好 它都是从始至终一定要均匀的用力 再细下去它就就有点像咱们国画里面的一个工笔的线条了 好 所以我们在写笔画的时候呢 不管是这个笔画的粗或者细始终是保持中锋 而且这个力度是均匀的 并不是说这个细的线条呢 它就是这样软绵绵青片漂亮的 我们看到下面这根线的就是软绵绵青片漂亮的 这个呢就是缺乏力度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锻炼中锋的时候 一个呢是可以练习不同的粗细的训练 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粗细训练 这是第一款 那我们要注意的要点 注意的要点 第一个是中锋 中锋运备保持笔芯在笔画正中间 常令笔芯在笔画中心 这个是一定要保持中锋的一个要领 第二个呢是要力度均匀 力度均匀 也就是手呢要稳 这是我们练习这个线条的第二个要领 好 第三个呢我们注意一下它的收笔 你就注意这个这个线条的旗指处 旗指处呢我们可以是这个尖的也叫做露缝哈 圆的也是一个藏缝把笔缝呢藏在笔块里面 不管是藏的还是漏的呢稍作停顿 不要出现这一种轻飘飘的线条 你就我们在旗指处呢稍作停顿 保持这个线条是均匀 有时有中 好 这个是我们练习这个中锋运笔的三个要领 好那我们除了这个横向的横划的中锋训练以外呢 还可以进行其他不同方向的一个运笔训练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不同方向的运笔训练 这个运笔呢主要是指中锋运笔 就是中锋运笔训练 好那第一个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紧字格 这个线条呢我们可以练习长线条或者是短线条 这个横划 刚我们练习的长横 好现在也可以练习一个横 在我们写这个树划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手腕呢 要稍微拿笔要拿高一点不然那这个手腕啊它有一点湿子不开 可以进行一个紧字 紧字的训练 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米字 好这个收笔处要记得有始有终 米字的训练 还有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像这个颈字可以装满 这是练习横和树 你可以装满练习这个斜着的 装满练习这个斜着的颈字 当然这个线条呢这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这个线条呢你可以延长可以练这个短的短的和长的 短的和长的分开练习 第三个方面可以练习直线和弧线有弧度的 刚刚练习是直线那我们可以练习这个不同弧度的线条 同样的都是保持一个中锋 所有的不同方向的运比训练呢都是要领都是保持一个中锋 好 比如S线 这样的一个S线都是活动我们的手腕 好 包括呢你也可以画圈 画圈也可以好 这个笔画呢同样的是有始有终 很像的一个S线 小的卡住一下收笔 活动我们的手腕 让我们的手腕能够灵活 这是弧线哈直线弧线 另外一个我们还可以练习一个这种 几何形状 几何形 比如这个三角形 不管是什么形状都要保持一个中锋 这是练起我们的一个韵笔 锻炼我们让我们的手腕更加的灵活 所以呢我们可以练起不同的一个形状 好 来 把车给他拿到简vid封面 啊对最好吃的 也行 不见 themed 这并不是 这样主要是断定我们的手对手的一个灵活程度 一个是粗的线条和细的线条 一个针对训练 另外一个是可以练习不同方向的一个运笔 同样都是保持中锋 还有我们除了练习直线 可以练习像弧线有弧度的线条 最后一个我们可以练习各种几何形状 我们要掌握的一个要领都是要遵循这三点 中锋运笔力度均匀手要稳 第三个是在起指处稍作停顿 也就不要出现这种特别散特别飘的一个线条 让我们的笔画线条能够有始有终 这个是锻炼我们练习中锋运笔的一个要领 以及我们的一个训练方法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侧锋 侧锋与中锋是相对的 中锋是常令笔心在笔画中心 那咱们的侧锋是什么意思呢 侧锋意思就是我们笔心偏向了一侧 毛笔的主锋不在点画的中心上 而是在移色我们画一个示意图 大家就能够清晰的 好 我的笔心也就是这个笔尖 好 这个是我的笔画 这个是我的笔画 笔心 这个就是我的笔心 它是偏向的一侧 收笔 这个示意图呢就是侧锋的意思 这个是横画 我们看一下竖画 竖画同样的 我的笔心呢是在一侧 这个是我的笔心 在这里 这个呢是一个树画的一个侧风 好 能看一下 好 收笔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笔心 笔呢是这样侧着的 好 侧着的 然后笔心呢始终是在这一边 这个就是一个侧风 侧风的横画 再来看一下侧风的竖画 好 如果这个笔尖呢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常见的问题 就是侧风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边是光发的 你看 笔心是在一侧 一边是毛躁的 那这个就是侧风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好 那这个问题咱们怎么来调整呢 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错误示范 再来看一下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好 一个是这个笔杆呢是偏向了一侧 笔心也是偏向了一侧 笔心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在运笔的时候呢 好 那我们在运笔的时候呢 你看 这个笔心在左侧 右边呢就容易出现一个毛躁的 那我们在调整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笔杆呢稍微回正一点点 回直一点 那我们的笔 这个笔毛呢 笔毛本来是一个这样子的 它就会稍微的直立一点点 稍微的出现一个这样子的 本来是这样就可以出现一个这样啊 稍微窄一点点啊 把笔呢回正一点点 然后我们在用力的时候 把这个笔心呢回到正中间就靠中间一点 我们的用力点 虽然笔尖呢是在一侧 但我们的用力点在中间 所以大家在写 尤其是写楷书的时候呢 一定要避免这种笔画 避免这种一边是光滑 一边是毛躁的一个笔画 那么解决办法一定是把笔呢回正一点点 然后让这个发力点 也就是说我们让这个左右两边 它的用力呢是比较均匀的一个用力 虽然笔心笔尖是在这一侧 那这个两边用力是比较均匀的 所以呢这个笔画呢是两边边缘是比较光滑 那另外一种呢 我们尽量的要中锋去写 那中锋去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起笔的时候稍微停顿一下 稍微停顿一下 也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入笔 然后在笔心 令笔心在笔画正中间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笔画的形状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形状 好大家来看一下示范 这里先入笔停顿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折的动作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笔心呢是回到了这边边 所以这个是我们常用的一种方法 就是令这个笔心回正 这样呢就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那假如初选者不了解这个中锋与侧锋的一个用笔的区别 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看错误示范 那我们就算把笔呢回正了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笔心呢也要调到笔画的正中间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写出来的笔画才会比较的流畅 不会出现这种毛毛的边 好这个就是中锋与侧锋的一个区别 一个笔心是在正中间 一个笔心是在一侧 那么在笔心在一侧的时候用力均匀 它可以是这样的一个两边光滑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力 我们笔杆是倾向一侧 然后用力点是倾向一边 这样子的话呢 也会出现一边光滑一边毛躁的一个边缘 所以呢 侧锋在行草书里面我们有用到 但在楷书里面我们尽量的还是以中锋为主 提倡以中锋为主 好的 那我们刚刚写了横口竖 我们看一下其他笔画的一个应用 也就是大家在写的时候也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撇和那 好我们看一下撇和那 这个侧锋 侧锋 侧锋就笔尖一直在这一边 所以呢也会容易 输现一个毛躁的边缘 因为就笔尖是倾向一侧 那我们呢要正确的书写 然后我们要使用一个中锋 中锋我们这里呢有一个折入笔再回折的一个动作 跟刚刚说的这个竖画有点类似 是一个停顿然后再把笔封呢调到中锋 好这样子我们可以对比这两个线条 中锋呢非常有力度 如果用虚实光起来形容的话中锋相当于是一个实的实笔它是非常有力度有精神的一个笔画 但是侧锋呢是一个虚的 侧锋是一个虚的 侧锋是一个虚的 如果我们用虚实关系 给它比喻的话 所以我们在凯书里面用中锋为主哈 凯书都是用一个比较实 比较实有力度的一个线条去刻画 好这个呢同样是一个中锋 这也是一个中锋 笔尖了是在正中间 那么写那的时候进来 然后再出去 这是它的一个行笔路径 那假如我们用侧分去写的话 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笔尖再一侧 洗笔的时候这个地方也不均匀 用侧分去写的话 好这里进来笔尖再一侧 好洗笔的时候也容易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边 一个是容易出现 洗笔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边过尖因为笔心在这一边 另外一个呢出现一边光晃一边毛躁的一个问题 好这边光晃这一边呢比较的毛躁 好这个两个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那我们调整一下 调成一个中锋 中锋笔尖呢在正中间 然后这里停顿再慢慢的起 就不会出现以上这两个问题了 一个六米再出风就不会出现以上这两个问题了 好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中锋与侧锋之间的一个问题 中锋与侧锋的区别 这个是在大家入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要了解的中锋与侧锋的两个重要的区别和要领 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在练习中锋运笔的时候 大家记住这三个要领 中锋运笔力度均匀 手稳 起指处停顿 有时有中 以及记住这几种练习方法 不同的粗细训练 不同的方向运笔训练 直线与弧线的训练 以及几何图形的组合训练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更多的知识 我们在下节课继续给大家分享 好那咱们下一讲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